2月12日晚 南加州的华人华侨送上新春的祝福 庆贺北京冬奥会开幕 一年以来南加州的华人举办了一系列的迎新春 庆冬奥的活动 在举办这些的活动过程中 我们南加州的华人也出现了大联合大团结的可喜景象 我觉得这种好的气象值得我们去坚持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的团结联合之中 能够共同发展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也希望大家新春快乐 虎年大吉 本场晚会延续了美国华人春晚这一品牌的独特风格 更凸显了喜迎中国新年 庆贺北京冬奥的晚会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 晚会特意编排了大型开场石井歌舞 参演人员近百人 石井包括12颗雪松 一道大鸿门 歌舞由四段音乐组成 北京喜讯到边寨 京剧川里海跨雪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北京欢迎你 40位演员身穿滑雪服 手拿滑雪板展现了北京冬奥的宏大场景 由孩子们表演的欢庆场面 再现了庆祝北京冬奥开幕的热烈景象 整场晚会展现了南加州华人欢度中国新年 观赏冬奥赛事的节日喜庆气氛 美国华人春晚是凝聚华人 海外华人华侨力量 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情感交流的平台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 如今已经举办了18年 我们非常感谢洛杉矶 桥界 还有我们行为媒体界的各位朋友们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天马物流集团 我们的总部是在洛杉矶 成立了今年是第八年 遍布全美40多个州 有100多个门店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美中快递 帮助在美国的华人 连接国内亲戚朋友 一个重要的纽带 我们也预祝北京冬奥会 取得圆满成功 结合南加州华人生活创作的节目 既是本台晚会的一大特色 也把与虎年相关的人和事串联起来 与台下观众互动烘托出喜乐的氛围 如相声 虎年说虎 音乐舞蹈小品 老学员 抗议小品 口罩风波 模仿秀 新闻联播 这一系列自创的节目 既贴近当地华人的生活 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我们也是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筹备 然后包括选地址 然后我们演员的排练 然后我们这次设置组 是打破了以前传统的三个固定机位的拍摄 我们参考了国内的真人秀 跟晚会的拍摄方式 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觉的体验 以及我们的幕后团队 也会在加紧制作 希望能够在2月14号 也就是圆校节当天 大家能够看到这场晚会 由各族一演员表演的七月 和少儿武术 则凸显了美国的地域特点 歌唱演员均为南加州 深受欢迎的著名歌唱家 舞蹈节目 则是各艺术团们精心打造的 具有艺术水准的节目 全美电视台记者 Sandinos采访报道